以西节书第35章 耶和华的话连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西尔山 说预言攻击他 对他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西尔山啊 我要与你为敌 身受攻击你 使你非常荒凉 我要使你的城市变为废墟 你必然荒凉 那时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永远怀恨 在以色列人遭遇患难 刑罚到了顶点的时候 你把他们交在刀剑之下 所以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使你遭受流血的报应 这血必追赶你 你既不恨恶流人的血 这血必追赶你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西尔山非常荒凉 我必从那里剪除来往的人 我必使西尔的重山 布满了被杀的人 被刀剑所杀的人 必倒在你的小山 山谷和所有的西剑中 我必使你永远荒凉 你的城市必没有人居住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曾说 这两国 这两帮都必归我 我必得他们为业 但其实耶和华还是在那里 所以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照着你因仇恨而向他们所发的愤怒和嫉妒对待你 我审判你的时候 必把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这样 你就必知道 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 就是你攻击以色列众山的话 说 这些山都已经荒凉了 已经给我们吞吃了 你们用口说夸大的话攻击我 说出许多话来与我作对 我都听见了 主耶和华这样说 全地都欢乐的时候 我却要使你欢凉 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产业 欢凉而欢乐 我也必照样待你 希尔山啊 你和以东全地都必荒凉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